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东方面的最新消息 那么今天的以色列媒体证实 胡塞武装用导弹袭击了一艘在红海方向以色列的船只 这艘船已经被胡塞武装用导弹袭击起火,随后扑灭 那么另外一艘美军军舰和以色列军舰赶往现场 这是打击现场的情况 可以看到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攻击这个军船 这个军船发生了多次爆炸 但是现在这艘船没有沉没 胡塞武装是向挪威 是犹太人控制这个挪威货船 叫斯特琳达号发射了一枚海军反舰导弹 这艘游轮是十方以色列的 胡塞武装的发言人萨里表示 野门部队在过去两天成功的阻止了多艘船只通过红海 今天该船拒绝所有警告 胡塞武装才开火 那么游轮的船员随后扑灭了大火 随后一艘美国驱逐舰护送下 该船离开了危险区域 以色列现在正派出数艘 叫萨尔6型导弹护卫电抵达红海 来保证前往以色列海港相关船只的安全 除此以外 在叙利亚 康菲石油公司 他的奥马尔油田基地遭到导弹袭击 随后发生大火 叙利亚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射了三枚导弹 这是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 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威廉·伯恩斯 他警告了伊拉克政府 这也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伯恩斯向伊拉克政府发出警告 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苏达尼 他证实 伯恩斯他的说法是 伊拉克领导人如不采取行动制止伊朗的民兵 对美国军事基地的袭击将产生严重后果 伊拉克的总理表示 他不会支持袭击美军 但是呢 实际上伊拉克总理呢 他很难对伊拉克这些亲伊朗民兵 做出实意的干预 因为实际上呢 伊拉克很多亲伊朗的实际派民兵 是不受伊拉克政府控制的 那美国中情局呢 向伊拉克总理呢 提交了相关的情报 现在我从俄罗斯方面获得的情报显示呢 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 向伊拉克总理提供的消息 那么这个胡塞武装啊 包括这个巴格达啊 就是伊朗的 这个伊拉克的亲伊朗民兵 他们获得的无人机 袭击美军的无人机 都是在哪呢 都是在巴格达南部 叫朱尔夫塞赫尔 在这个当地的一所啊 军事基地内进行组装 这个地区呢 实际上是被亲伊朗民兵控制的 但是呢 巴格达的政府呢 很难对这个基地呢 进行倾剿 那伊拉克存在的伊朗的巨大的影响啊 所以 伊拉克总理呢 也是束手无策 所有的导弹的组装呢 根据中情局提供的消息呢 是首先由伊朗生产 运进伊拉克境内 所有的组装的原材料 都是由伊朗提供 伊拉克只进行组装 那这样呢 伊朗就避免了直接向 这些亲伊朗民兵 直接提供武器的相关的国际制裁 因为它提供的都是初级的原材料 那么由你这些民兵自己去组装 所以在伊拉克袭击所有美军基地 包括油田 使用的无人机 包括一些导弹 都是从这个基地生产 都是在这 伊拉克巴格达南部 叫朱尔夫塞赫尔 都是在这生产的 这是中情局 现在提供给伊拉克的情报 但是现在伊拉克政府也很难 很难制止这样的行为 伊拉克政府才有的自己的想法 咱们再来看现在 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 以色列的战况 那么今天在以色列的北部 加沙地带北部 卡迈勒当地的医院 还有甲巴利亚 拜特拉西亚地区 发生了激烈战斗 在汉尔尼斯 在汉尔尼斯南部地区 以色列国防军呢 继续发动攻击 今天呢 乙军的坦克在 阿尔达 阿尔达拉地区 发生了巷战 其中呢 有一台乙军的特务啊 底盘的装甲车被摧毁 在伊海亚 新瓦尔 印度尼亚清真寺附近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巷战 黎巴嫩边境地区 紧张局势呢 依然存在啊 以色列国防军和黎巴嫩 真长之间的交火 还在继续 那么一同时呢 双方都试图越过边界 那加剧了对抗的程度啊 在伊丹河西岸呢 情况也没有变化 以色列安全部队发动袭击以后呢 与巴勒斯坦青年 发生大规模冲突 以军呢 使用无人机 打击巴勒斯坦的抗议青年 以色列对加沙的中部地区 发动宝盒的炮击 在贾巴利亚 拜特拉西亚 发生了几带战斗 以军有几名士兵的 被哈巴斯击毙 那战斗还出现在了 阿尔拉西德水库 这个水库呢 是位于贾巴利亚的中心地带 互联网上还出现了摧毁 以军的这个装甲 重型装甲渔民车的视频 那这是有实际啊 视频证实的第二辆 被哈马斯摧毁的 乙军装甲车 这个车的外形呢 是非常的完整啊 但实际上这个装甲车的内部 已经被完全烧毁啊 大家看 就这辆装甲车 这是有视频证明的啊 哈马斯摧毁的 乙军的装甲车 外形呢 你看非常完整 但它内部已经完全烧毁了 应该是用的一发穿甲弹 那这个视频公布以后呢 实际上国际上猜测啊 实际上大家看啊 内部已经完全烧毁了 那猜测呢 乙军实际上呢 损失的装甲车的数量 应该是非常大的 只是没对外公开 根据官方数据呢 乙军呢 已经阵亡105人 18人是死于自己的火力 被有军伤亡 有两人是被自己坦克压死的 所以乙军的这个伤亡 特别重型武器啊 遭到哈马斯的袭击 但实际上不会影响乙军 整个在加沙地带 整个作战行动啊 因为哈马斯他没有重型装备 那哈尤尼斯方向呢 大家可以看地图啊 哈尤尼斯方向 以色列国防军 正在逐渐的增加 对哈尤尼斯的控制 主要是突破巴尔斯坦的 这个混合防御区 哈尤尼斯的东部人口 稠密地区啊 以色列方面呢 已经建立了几个包围圈 那乙军在阿尔 叫阿尔达拉街地区呢 继续推进 在城市北部的体育场附近 看到了以色列坦克 在黎巴嫩边境地区 黎巴嫩珍州党呢 继续袭击啊 以色列军队和边方哨子 现在以色列军队呢 继续在约旦河西岸的多个地点呢 进行大公布逮捕行动啊 70名阿拉伯人被拘捕 8人死亡 这是今天以色列的情况 那回过头来再说这个 也门啊 之前呢给大家讲了 美国呢和以色列啊 可能会攻击也门 但现在呢 中央情报局最新的消息呢 中国的 代表啊 这个刘建超 他抵达伊朗以后呢 和伊朗方面谈话的结果呢 是中国判断呢 以色列会单独攻击也门 而美军呢 不会出兵攻击也门 中国的观点人认为呢 美国呢 正在利用也门局势和胡塞武装 作为中东的敌人 换句话说 就是胡塞武装 是在以伊朗支持下 它的存在呢 给阿拉伯国家 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以压力 对中东的沙特阿联酋 这些国家呢 和伊斯兰恐怖分子 起到了制衡作用 所以胡塞武装 它的存在呢 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 2015年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知道 阿拉伯联军开始打击胡塞武装 美国呢 积极的寻求和沙特合作 到2016年 美军的叫尼茨号驱逐舰 还发射了战斧 巡航导弹打击野门 但美国后来呢 在没有明确理由情况下 突然撤军了 撤回了所有的作战力量 但美军呢 继续向沙特 以及阿联酋出售武器 没有直接攻击胡塞武装 那中国方面判断呢 这就是美国在利用胡塞武装 牵制沙特和阿联酋 所以美军是不会消灭胡塞武装 那虽然美国目前正在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 但美军呢 直接出兵野门 现在来看美军没有这个实力 胡塞武装啊 他这个力量啊 实际上呢 他野门国内啊 他是派系林立 而且的中族 野门呢 他很多都是部落联盟 所以美军呢 还有沙特啊 这些国家如果想出兵野门 想要占领野门 消灭胡塞武装也非常困难 这就是野门他特殊的地方 你即使打掉了一个部落的话 你其他部落你必须全部收复 你才能统治野门 所以这个地区就有点像阿富汗 部落联盟 所以是一盘散沙 你想进来的话 也是个帝国坟场 所以美国想要大规模袭击 空袭野门也非常困难 那现在中国判断的 美国不会出兵 当然以色列可能会对野门胡塞武装 在洪海岩地区的目标发动打击 特别摧毁他的远程 这个导弹的一些阵地 美国曾建议以色列 不要对胡塞武装采取直接行动 所以这是现在野门的 那这是今天的野门方向 和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 从美国中京局局长 以及以色列方面最新的一个战况来看 现在实际上伊朗正在利用伊拉克和野门 两个方向来牵制以色列 另外对沙特拉伯 你可以看是南北夹击 对沙特阿联酋 这个逊尼派力量也是一种牵制 但是美国也需要利用伊朗力量来平衡 来平衡中东 也要牵制沙特和阿联酋 有了伊拉克和野门的亲伊朗力量 沙特阿联酋会更加愿意和美国合作 那么以色列才能够寻求和阿拉伯国家的和解 看到了吧 这实际上是一环扣一环的 所以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这种特殊的关系 也门胡塞武装和美国和伊朗这种特殊的关系 所以沙特未来和伊朗这种对立的关系 按照中国方面的说法 并不一定能够导致中东地区发生大规模战争 所以这个实际上中东还是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那么就要看美国会不会打破这种平衡 这种平衡是非常微妙的 所以中东现在整个的地缘政治上看 各方都在什么都在积聚力量 想打破这种平衡 但没有一方能够取胜 所以实际上中东现在来看 那除非俄罗斯还有伊朗 真的大打出手对伊斯典 不然的话 现在实际上中东地区还是处于一种平衡 但是这个局部战争可能会导致国际油价上升 这也是俄罗斯方面和伊朗方面希望看到 这是产油国希望看到 那利用这种平衡 不会发生大国门战争 但是局部战争会导致油价上升 所以未来中东地区还是要看国际油价 我也会持续关注未来中东地区 以色列方面 后续有更多消息 会回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